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习近平主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 题目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9大代表表示 要高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 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各地干部群众结合自身岗位深入学习19大报告精神 宁心俱力谋实干 全球持续关注中共19大 多国政要学者认为 此次大会释放出中国对未来发展的强烈决心和信心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78分钟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后 2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 完成祖国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继续奋斗 第五九十 立幕会开始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马凯 王沪宁 刘延东 刘其宝 曲奇亮 孙春兰 李建国 李源潮 汪洋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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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贴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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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志们,现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今天大会,殷道代表和特邀代表2354人,殷世殷病请假18人,食道2336人。 今天会议共有四项议程。 一,选举19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二,通过大会,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 三,通过大会,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四,通过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 今天的大会,十道代表超过了应道代表的办数,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可以进行选举。 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选举19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首先通过了两名总监票人和36名监票人名单。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盗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计名投票方式承认。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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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进行艰辛 进行艰辛理论探索 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大会强调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这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大会提出 从现在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大会认为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又要成事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 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 从2020年到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会同意报告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大会强调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大会强调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大会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外工作方针 强调 中国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大会强调 打铁必须自身硬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 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 以调动全党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为着力点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忠心拥护 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大会强调 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协议 大会充分肯定了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党 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大会一致同意 在党章中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一道 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大会要求 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一思想和行动 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大会同意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 写入党章 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 大会强调 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 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 这个理论体系 这个制度 这个文化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大会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是我们党向人民 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 大会同意在党章中明确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大会认为 党的十九大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 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 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 党章据此做出相应修改 大会认为 把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等内容写入党章 有利于推动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上来 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 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大会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充实这些内容 对全党更加自觉 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统筹推进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会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就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民族团结 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 统一战线 外交工作 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 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维护和发展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推进祖国统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充实这些内容 有利于加强党队 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大会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探索 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和重大成果 必须及时体现到党章中 使之转化为全党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 大会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 大会认为 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 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 对党章部分条文做适当修改十分必要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 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全体代表共同努力下 这次大会开成了一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的大会 习近平表示 大会通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 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 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做出了全面部署 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大会通过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总结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充分肯定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切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把纪律停在前面 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推动形成和巩固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 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成果 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 反映了这些年来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 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实现了新老交替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 取得的各项成果 必将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 习近平强调 我们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 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贯彻落实党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战略部署 更加自觉的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定要密切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及时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呼声 正确行使代表权力 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 一定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自觉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改造和提高自己 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全体党员做出表率 不辜负广大党员信任 习近平表示 大会期间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各族各界人士 向大会表示祝贺 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 向大会表示祝贺 许多国家领导人 政党组织 以及各界人士 来电来韩 也对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主席团 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6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8年了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9年了 长期以来 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 顽强拼搏 彻底改变了 鸦片战争以后 救中国 受人欺凌的悲惨境况 彻底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鸡贫鸡弱的悲惨境况 今天 13亿多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豪情满怀 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 生机勃发 春意昂然 我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 光彩夺目 魅力永恒 我们党的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坚强牢固 充满活力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虔诚伟大 前途光明 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 我们倍感自信自豪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要拿出勇气 拿出干劲 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 历史伟业的基础上 创造出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大踏步走向 充满希望的未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前进的 根本动力 全党同志 一定要永远与人民 同呼吸 共命运 心联心 永远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以永不懈怀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 而奋斗 请全体起立 奏国际歌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 圆满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监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204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姨小光 丁来行 丁学东 丁薛祥 于伟国 于中福 万利俊 习近平 马彪 壮祖 马兴瑞 王宁 吴景 王军 王勇 王晨 王毅 王小红 王玉璞 王政伟 回祖 王东明 王东风 王尔诚 王志民 王志刚 王滬宁 王国生 王建军 王建武 王小东 王小灰 王家胜 王猛辉 游泉 车骏 尹丽 巴音朝鲁 蒙古族 巴特尔 蒙古族 爱立更 一鸣巴海 维吴吾尔族 石泰峰 布小林 女 蒙古族 卢展公 白春礼 满族 吉炳轩 碧景泉 曲青山 朱生岭 刘琪 刘雷 刘雷 刘赫 刘世瑜 刘万龙 刘起宝 刘国忠 刘国忠 刘国志 刘金国 刘洁一 刘震丽 刘嘉义 刘次贵 刘岳君 齐渣拉 藏族 安兆庆 西伯族 许秦 许又生 许达哲 许奇亮 软成发 孙志刚 孙金龙 孙少诚 孙春兰 女 杜嘉豪 李毅 李希 李斌 女 国家机关 李强 李干杰 李小鹏 李凤彪 李玉富 李传广 李继衡 李克强 李作成 李尚福 李国英 李乔明 李小红 李红忠 李锦斌 杨学军 杨洁 杨洁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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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金龙 沈小明 沈月月 女 沈德勇 怀进鹏 宋丹 宋涛 宋秀妍 女 张军 国家机关 张又霞 张声民 张庆伟 张庆离 张济南 张国清 张春贤 张晓明 张义炯 陆浩 陈熙 陈武 壮祖 陈豪 陈文青 陈吉宁 陈全国 陈求发 苗祖 陈宝生 陈润儿 陈敏尔 努尔兰 阿布都满金 哈萨克族 苗维 苗华 苟仲文 范肖骏 林朵 尚红 尚红 金状龙 周强 周亚宁 郑和 郑魏平 郑小松 孟祥峰 赵乐际 赵克志 赵宗祺 郝鹏 胡和平 胡泽君 女 胡春华 贤辉 女 回祖 中山 信春英 女 侯建国 楼秦俭 洛桑江村 藏族 洛惠宁 秦生祥 袁家军 袁玉柏 袁蜀红 聂陈席 栗战书 钱小谦 铁宁 女 倪月峰 徐林 徐乐江 徐安详 高金 郭生昏 郭树清 唐仁剑 黄明 黄守红 黄昆明 黄树贤 曹建明 公正 圣斌 雪克莱提 扎克尔 维吾尔族 鄂静平 陆新社 慎仁秦 女 白祖 彭清华 蒋超良 韩正 韩魏国 韩长复 傅政华 谢福瞻 楼阳生 蔡奇 蔡明照 洛树刚 李火辉 潘立刚 慕洪 魏凤和 现在播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172名 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 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马正武 马伟明 马国强 回祖 王宁 福建 王永康 王伟忠 王旭东 王秀斌 王军正 王春宁 冯建华 区牧史哈 遗祖 任学峰 刘宁 刘发庆 刘小凯 苗祖 严金海 藏祖 严直禅 女 李群 李景浩 朝鲜祖 杨宁 女 白祖 杨伟 肖英子 女 壮祖 吴强 栋祖 吴存荣 吴杰明 吴圣华 布衣祖 邹明 沈春耀 宋国权 张广军 张玉拙 张志芬 张震忠 张静华 陈刚 陈一新 陈海波 林绍春 杭一红 欧阳小平 罗布顿朱 藏祖 罗洪江 杨祖 罗清宇 金东寒 周波 周琪 周乃祥 关庆 赵玉佩 赵爱鸣 女 赵德鸣 姚祖 好平 胡文荣 胡恒华 段春华 宇光 江志刚 贺东风 贺军科 贾玉梅 女 徐中波 徐海荣 徐新荣 高广斌 郭东明 唐一军 唐灯杰 黄民强 黄国贤 黄立新 女 黄晓威 女 曹建国 常兵球 崔玉忠 麻镇军 梁田庚 寇伟 白祖 彭金辉 姨祖 程连远 负新国 谢春涛 蓝天立 壮祖 蔡建江 裴金家 谭作军 代后梁 于少梁 马顺清 回祖 王红 王兆丽 王精卿 王晓云 女 王恩东 方向 孔昌生 邓小刚 解放军 爱尔肯 土尼亚兹 维吾尔族 石正路 申长宇 冯正林 吕军 李嘉 李玉超 李小波 杨光月 纳西祖 吴钊辉 何雅玲 女 张公 张江厅 张福海 陈旭 女 陈四清 范瑞平 义刚 义惠满 义恋红 赵欢 赵依德 钟灯华 信长兴 施小林 女 钱志民 郭明毅 唐华俊 唐梁志 黄志贤 葛慧君 女 景俊海 成立华 女 傅自英 焦燕龙 雷帆培 盛海雄 蔡松涛 赵 赵 小冬 潘公盛 马亭里 回祖 王海 王晟 王晟 王印芳 王艳麟 女 毛万春 乌兰 女 蒙古族 尹红 田国立 乐玉成 刘实权 孙大伟 殷和俊 陈青 女 胡昌生 曹淑敏 女 庙建民 魏刚 王炯 王文涛 毛伟明 邓小刚 四川 任洪斌 李静 女 李英红 吴小光 宋雨水 女 妥振 潘越 丁业宪 王立霞 女 蒙古族 宁吉哲 杨金城 舒庆 满族 姚曾科 现在播送 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133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兴龙 马奔 王东海 王丽山 王成卫 王兴宁 王西明 王雍军 王荣军 王宾仪 王长松 王洪金 王燕飞 方北群 方荣堂 邓卫平 邓中华 邓修明 艾俊涛 卢西 女 田野 田静 白吕 白绍康 冯志礼 诸国贤 诸国标 任正晓 任建华 刘坤 刘石 刘建 刘慧 刘化龙 刘文军 刘齐凡 刘昌林 刘金国 刘学新 刘建超 刘海权 刘德伟 江金权 许传志 许罗德 孙斌 孙野刚 孙怀新 孙新阳 苏德良 李书磊 李仰哲 李欣然 满足 李宝善 李建明 李清洁 杨宇栋 杨小超 杨小杜 肖培 吴志明 吴海英 女 吴清海 吴道怀 和平 中职机关 邹家宜 女 库热西 买和苏提 维吾尔族 欣为光 汪丽萍 汪红艳 沈小辉 宋洪喜 宋福龙 池耀云 张军 北京 张敏 女 张继 张生民 张物丰 张春生 张硕甫 陆俊华 陈雍 满足 陈小江 陈国猛 陈学斌 陈超英 陈福宽 邵峰 林国药 罗东川 周亮 周小莹 女 郑国光 郑震涛 房灵敏 房建梦 赵乐际 赵惠令 侯凯 施克辉 江信志 赫荣 女 洛源 耿文青 贾玉林 夏洪敏 徐令义 徐嘉爱 林基 郭开朗 陶智国 龚 公堂华 崔鹏 张建华 梁慧玲 女 蒋卓庆 蒋洪军 玉洪秋 女 傅奎 书国增 增一新 谢杭生 谢新义 兰佛安 蒲增凡 蔡永忠 李祖 廖国勋 土家祖 廖建宇 藤家才 潘胜周 慕洪玉 女 戴君良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 题目是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 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 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党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吹响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号角 文章强调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19大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19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继续奋斗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 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复兴伟业 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诞生季 文章详细介绍了新一届两委人选的推荐考察提名选举过程 充分体现了19届两委人事准备工作 严把政治观和连结观 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 大力创新考察方式方法实现了民主质量的提升 选人质量的提升 文章说 2017年10月24号 领航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共产党 再一次选出勘当重任的政治家集团 肩负既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必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统筹推进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前进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后 今天上午在北京胜利闭幕 迈进新时代确立新目标 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对于党的十九大代表们纷纷表示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新时代新气象新未来 设置既往开来的大会 它凝聚了党心军心和民心 也让我们基层更有了信心 是一个非常顾无人情的大会 为我们未来的发展 作出了畅圆的规划 感觉到干净十足 高居棋子团结奋进的大会 值得收获满满的 幸福更是满满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成为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大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目标新论断新部署 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 党的十九大 明确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从而为我们国家的发展 确定了新的历史方位 大会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是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并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写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判断 他深刻的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我们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 这就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是怎样 为我们的群众创造更多的美好生活 代表们一致认为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进行了明确的战略安排和部署 为党和国家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张 辉红壮丽的蓝图 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充满期待 相信由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走向新增城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夺取新胜利 创造新奇迹 十九大像我们已经吹响了 我们奋进的一个集结号 必将激起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全力的奋进 过去五年的辉煌成就 已经充分证明 强国梦 强军梦 并不遥远 我们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美好时代 前路已明 未来可期 代表们纷纷表示 唯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奋进 才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把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 大会虽然极目了 但是 我们作为全国党代表 我们的使命 在均均开始 我们会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墨清赤透 作为行动指南 融入到工作当中 我们要采用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我们党的十九大精神 讲清楚 讲明白 让老百姓听得懂 能领会 可落实 作为一名 邮政徒弟员来说 回去之后 我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传送到春水落落 把党的新议会面政策 传送到千家万户 回去以后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 将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我们会牢记 全面从严 自党永远在路上 却不允许 又差不多了 该松口气 见好就收的想法存在 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 我们相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本台消息 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将于十月二十五号上午 十一时四十五分许 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 届时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新闻频道 及中国国际电视台 各外语频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 央视新闻移动网 现场直播 全国各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 将同时转播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场直播节目 本台消息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梅德维杰夫 将于十月三十一号到十一月二号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 将同梅德维杰夫总理 举行中俄总理 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 今天党代表通道第三次开启 二十一位党代表 畅谈大会感受 表达对未来的期盼 闭幕会后 来自一线的党代表们 走上了党代表通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党代表们的共识 不忘初心 带动身边的党员和群众 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体育精神 来共赴新征程 共援中国梦 我们永远按照 总书记讲话 扎根于人民 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土气 不能忘掉 作为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努力 让尖端技术 不仅服务于 冲队国防 而且要服务于 人民美好生活 十九大报告提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姿态 走向世界 在今天的党代表通道上 来自外交部翻译司的党代表周宇 与现场的中外记者 分享了他的工作经历和感受 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 是把中国的故事讲得最好的人 他每次讲中国故事的时候 总是充满了自信 他又非常的谦逊 主席就是凭着他这样的一种外交风格 在国际社会上的人缘越来越好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新时代 而我们的祖国呢 也就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 像这样的历史坐标 慢慢的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而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 开启全面开放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就是他对外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啊 就是要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上面啊 不仅要做应用者 执行者 我们更加要做国际贸易规则的 引领者 从为人民谋福利 到为民族谋复兴 十九大报告中 一项向具体的目标与举措 描绘出的宏伟蓝图 将引领着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 走下通道的党代表们纷纷表示 走进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要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习主席报告中 给我们规划了强军蓝图 要建设成一流军队 这个呢 我感觉一个是感觉非常的受振奋 同时呢 也感到肩上责任很重大 我们最需要做的是 把这个天眼产生更多的原创性成果 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 应该是属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这次十九大呢 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 那我们最大的收获和这个吧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大会以后呢 我们更加有信心 更加有力量 三场党代表通道 又是为一线党代表 依次回应媒体关切 这个党代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开启了一扇 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也彰显着中国更加开放 和自信的大国风范 十九大新闻中心 昨天举行了 以打好生态环保攻坚站 为主题的集体采访 福建省环保厅厅长朱华 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 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丽华 湖南省扎家届市环保局 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室主任黄斌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冠九 与记者进行了交流 朱华说福建是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在产业结构上 注重发展绿色低碳循环新兴产业 减少污染存量 做大绿色福利 这几年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同时 福建一直保持了环境质量的全优 福建的大气达标天数 我们九个地市的大气的达标天数 2016年是达到了98.4% 福建的12条主干流的水质 就是一到三类水的优质水的水质 达到了96.5% 针对雾霾治理的问题 高建明说 近年来河北坚持科学质霾 协同质霾 铁腕质霾 源头治理精准失策 减少污染排放 代表们还就环保教育 怎么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9大报告清晰勾勒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 从乡村社区到企业校园 报告引发强烈共鸣 这片位于宁夏的钢铁森林 是目前全球单体装置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煤质油生产线 今天这个世界级工程以安全生产运营370天 产出清洁油品155万吨 这5年中国科技创新对产业经济的引领和支撑越来越有利 19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这让一线工程人员对未来信心满怀 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支撑 我们没留这个项目的建成投产 是这一句话的具体展现 未来我们将按照报告的引领 走产品的差异化 精细化和高端化路线 将最大做成最强 创新需要人才 作为培育青年科技人才的高校院所使命重大 19大报告指出 青年心则国家型 青年强则国家强 这更加坚定了广大青年师生 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的决心 十几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加大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在这里面是非常受到鼓舞的 这种国家战略的制定会 给我们带来新的体制 新的机会还有新的机遇 让我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放手来干 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做出服务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19大报告对社区治理做出了具体部署 位于西藏拉萨德拉鲁社区 流动人口多 少数民族群众多 新时期的社区工作如何有效开展 有了报告的指引 社区工作者的思路越发清晰 社区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 是一个团圈和睦的大家庭 19大报告提到的 找到最大公元素 划出最大同情缘 我们也把这个重要精神 深入到我们社区工作当中去 让大家抱得更紧 跟着党组 安居还要乐业 19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对江西高安的果农来说 意味着产业扶贫 有了新抓手 对新疆喀什 阿亚格曼干村的村民来说 意味着村里的扫把合作社 服装合作社 前景会越来越好 过去五年 阿亚格曼干村的村民们 搬进了安居赋民房 在家门口的文化大院 就能唱歌跳舞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大报告中 给我们影响最深的是 俗经一二三千亿融合发展 托管人手的渠道 我们是理由和做事 有这广场 农民的思想改变了 我们依靠努力工作和生活 越来越提高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19大报告提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十四条基本方略 处处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干净都投入到 为创新创业者的服务上来 然后去集聚更多的 世界一流的创新资源 打造世界级的软件产业创新社区 这样才能把总书记 为我们勾画的发展蓝图 去尽早的变为现实 19大闭幕之际 香港澳门各界人士表示 大会所提出的 坚持一国两制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为港澳未来发展 指明了方向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 习总书记在19大报告里指出 要让香港澳门同胞 同祖国人民 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这将给香港带来崭新机遇 我相信19大制定的国家在深西级发展的宏伟南图将会香港更好的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要把香港置于国家发展大局之中 为建设更加繁荣富强的祖国 做出应有的贡献 按大湾区的建设 澳门学者也表示 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才能为澳门民众赢得更好的未来 那么就澳门来讲的话 一定要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去 通过加强和锐利的企业合作来拓展澳门的发展控制 实现澳门和国家的共同的发展 共同的进步 中共十九大今天胜利闭幕 多国政要学者认为 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他们对中共执政能力予以高度评价 并期待着中国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蔡冲 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高度关注 蔡冲表示 十九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发展战略布局值得柬埔寨借鉴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令人钦佩 相信通过一系列措施 中国生态环境将越来越好 并将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波兰马来西亚的政要学者表示 他们密切关注着十九大的消息 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深化改革 进一步发展的决心以及信心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规划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新的内涵 我们期待着中国未来新的发展 中国其实在过去的好几年呢 已经跟全世界早已展开这种共享 就是这个经济建设的成果的全方位的这个合作 尤其是经济上的这同力合作 共同把这本区域以至全世界呢 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都发展起来 俄罗斯和肯尼亚等多国人士在采访中 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予以赞赏 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就 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决策和执行上的高效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队伍建设方面的高标准 严要求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中国着力于解决那些容易引发腐败的问题 在反腐问题上肯尼亚应该向中国学习 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而工作 为了人民生活的更好 为了消灭贫困 为了反对腐败 十九大上通过的所有决议都将得到执行 对此我毫不怀疑 五年来中国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快速发展 到2016年已成为投资最多 纳税最多 吸纳就业最多的领域 过去五年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一路上涨 到2016年达到了384,221亿元 与2012年相比 年均实际增长8.0%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了51.6% 比工业高出了11.8个百分点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产业 服务业请起了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也聚集了更多人气 这是一家快递公司 在北京一个早上的派送数据图 约5000名快递员送出了40多万个包裹 在全国到2016年 快递员已经接近300万名 五年增长275% 而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更为惊人 3.38亿人 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3.5% 比2012年提高7.4个百分点 五年前 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会拉动150万人就业 到了2016年 这个数字变成了180万人左右 五年来 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代表 这两年 中国互联网经济爆发式增长 光是基于云计算 大数据的信息服务公司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近40% 这五年 服务业成为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来源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提高到56.5% 到2016年 已经达到6.5万亿元 几乎赶上了俄罗斯一年的GDP 服务贸易 还积极拉动了外贸增长 未来五年 中国预计还将从全世界 进口超过2.2万亿美元的服务 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带来了新的机遇 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为期六天的首届环广西公路自行车 世界巡回赛 今天下午落幕 来自全球18支顶级车队 126名车手参加比赛 总赛程达940公里 该赛事是我国级别最高的 世界顶级巡回赛 叙利亚政府军 23号继续向极端组织 在叙利亚的最后主要据点 东部边境城市阿布卡麦勒推进 期间 政府军在空中打击的支援下重创极端组织 与此同时 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在戴尔卓尔省的军事行动 也在自北向南推进当中 与叙政府军形成齐头并进之时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